和闺蜜穿进末世纹 她是基地首领的炮灰情人 我是丧尸王的乖巧金丝雀 直到他们为了女主 基地和丧尸群大打出手 我悄悄问闺蜜 装满了没 她竟要抬手 向我展示空间异能里的数益物资 我眼角弯弯 当即决定 好好好 今晚就走 她替女主挡包而死 我当着众人的面被推入丧尸潮中 假死逃跑后 本想好好生活 一不小心却养成了最大的末世基地 闲了就撩丧尸南高 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后来 闺蜜掉马 被基地首领绑走 我气得直吐泻 指挥丧尸小弟 给我狠狠咬她 曾经的丧尸王却悄无声息来到我身后 一双眉眼笑的梁博 竟然没死透 欠我的情债 打算什么说还 一 闺蜜被排挤出小队时 我借着丧尸的掩护 躺在地上装死尸 物词装完了没 我们什么时候走 叶书词熟忍地提刀开炉 挖出丧尸头颅里的金河 还差一辆车 搞到手就走 他翻了个白眼 抱怨说 川叔也逃不过打工人的命运 女主进入基地之后 我落魄到只能来挖金河 这日子真是越来越难混了 我和叶书词都是川叔 他穿成了基地首领沈淮安的情人 我穿成了丧尸王的乖巧金丝雀 也曾有过日子舒坦的时候 叶书词的异能是空间 凭借着异能 基地对他敬重有加 直到治愈异能女主登场 逃脱不了抛回女配的命运 小队队长为了替女主出头 把叶书词一个人丢在角落 让他挖金河 见不得闺蜜受苦 我从怀里掏出几枚司机金河 一把塞进他的手中 别挖了 这几颗够你交差了 他感动的热泪银矿 握住我的手 桑桑 你对我真好 我面无表情的 把他蹭到我手上的黏腻血字 反手蹭了回去 又塞给他几枚金河 抬头看了看远处的高楼 白手说 好了 我得走了 二 我是丧尸王的金丝雀 只注定我不能和叶书词一样 生活在基地 三年前 丧尸王忠义把我从丧尸堆里捡了回去 因为我足够听话乖巧 所以偶尔他也会给我一定的行动自由 就像这次 我是借着撒娇无痛够包的名义 偷偷溜出来 见叶书词的 忠义见到了我 先是全身寻视一遍 随后挑眉 非要出门选包 包呢 我皱了皱脸 侧身指着身后丧尸满身的碎屑 一个高阶丧尸跟着我 美名其约是怕我被野生丧尸咬伤 实际上就是监视 忠义似乎垂截笑了笑 眼角眉梢藏着笑意 他揽住了我的腰 下颌搭在我的肩上 离间向处之时 他轻歪着头 压低声音 似温柔似警告 他闷声说 我不喜欢你身上有别人的气味 这次就算了 以后不要再见他 身体不可遏制的轻轻站立 我偏过头 嘟囔回答 好吗 我知道了 以往见过叶书词后 我都会想办法洗个澡 或者在身上泼些丧尸血 这次被丧尸手下看得紧 没有来得及处理 细碎的阳光透了进来 惩罚过后 我抬手遮住了眼睛 心里已经开始暗暗盘算 我的逃跑计划 我并不害怕丧尸 我不是丧尸 也不是因为有丧尸王的庇护 而是因为我的异能 我可以在丧尸堆里藏匿气息 让丧尸误以为我是他们的同类 因为异能太过废物 我一直藏得很好 所以就连中医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拖身去基地投靠叶书慈 但是不行 我不能拖累他 三 我和忠义站在高楼废墟之上 眺望远处发生的闹剧 自上次叶书慈被当众排挤之后 他在基地的处境更加危难 就连我上回色给他的几枚高阶金盒 都被女主的跟班们污蔑 说他是用异能偷的 听说他在基地大闹了一场 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 若非他的空间异能 沈怀安这次领队 也不会带他 小白花女主羽衣欢抹了抹眼泪 没事的 不怪小慈姐 再说了 我有治愈异能 丧尸感染不了我的 舔狗一号怒气冲冲开口 所有人都亲眼看见了 就是叶书慈推的你 之前他因为嫉妒 把你一个人留在丧尸堆里 舔狗二号恨铁不成钢 如今你还替他说话 如果不是因祸得福 觉醒了异能 恐怕那时你早就死在丧尸口中了 所有人生生质问 大家都知道叶书慈和沈怀安的关系 纷纷要他的一个说法 一个巴掌落在叶书慈脸上 他偏过头去 闭了闭眼 擦掉唇角沾染的纤细 一字一顿 我说过 我没有 他失望说 但你不信我 沈怀安的手颤着 他低声说 从今天起 你在基地的所有待遇 全部削减一半给一欢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不要再让我看到下次 我看得生气 拳头捏得直达作响 意外发生时 于一欢险些被丧尸咬中 没有人真正看清发生了什么 仅凭他的三言两语 便给离得最近的叶书慈定了罪 但站在高处的 我和忠义都看见了 我转头问忠义 如果你是沈怀安 明明知道是我受了委屈 会为我主持公道惩罚于一欢吗 他头也没抬 只反问我 没发生过的事 为什么一定要我给出答案 我气得发抖 狠狠跺了他一脚 然后吭哧吭哧 爬到被小队击杀的丧尸堆里 拿刀挖金河 叶书慈不知道 还要在基地忍多久 为了让他的日子不那么难过 我得挖些金河留给他 几枚成亮的高级金河避到我跟前 像是忠义反应过来 我生气了 忠义又耐着性子过来 眼巴巴哄我 我打到他的手 金河就这样散落了一地 在日光下发出璀璨耀眼的光 忠义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挖金河 有时候他也会给我带漂亮的金河 他以为我只是喜欢 我听见他轻声说 这些金河都不好 我有一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河 比这些都漂亮 像是试探 你想要的话 送给你 我擦了擦泪水 问他你也喜欢于一欢吗 他不解的反问 什么是喜欢 喜欢就是 想要拥有一个人 想要一直待在他身边 哪怕用尽一切方法 也想要得到他 忠义面无表情看了我一会 忽然问我 你那么在乎那个人 甚至因为他哭了 是因为你喜欢他 我说是 叶书慈 是我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人 忠义似乎有气生气了 下河微微扬起 嗓音冷淡 像是终于理解了我话中的意思 如果这样是喜欢 那我的确喜欢他 我会开他的手 眼角通红 浑身上下都因愤怒颤抖着 什么破金河 留给你的鱼衣欢去吧 忠义把我捡回来的时候 还是个懵懂未知的少年 他不懂情感 不懂疼痛 他只知道我是人类 没有食物会死 受伤流血会死 力道大了会疼 疼了就会掉眼泪 我一点一点教他 后来他终于明白 什么是生气 什么是喜欢 但他注定要爱上女主 所以 即便他心思不纯 手段肮脏 忠义也还是喜欢他 四 忠义一连三天没回来 我也终于找到机会 甩掉他的丧尸手下 我跟在基地小队背后 等着小队故意冷落叶树茨 把他甩到最后 我躲在墙角 朝他扑哧扑哧两声 示意他过来 他的侧脸还有些肿 我心疼极了 小心翼吹了吹 现在还疼不疼啊 叶树茨大手一挥 毫不在乎 小问题 一个巴掌换一辆装甲车 值了 多亏了你在终于身边吹枕边风 前两天基地来了一波丧尸潮 差点把仓库吞了 沈淮安派基地仓库出意外 现在半个基地的身家都在我手上 欠我睁大了眼睛 他竟要抬手 给我展示了他的空间异能 大多是他船的 有些是他拿我给他的金盒换的 他在沈淮安身边当情人 又是罕见的空间异能 待遇怎么也不会差 更何况现在还有半个基地的身家 我眨眨眼睛 有些趣悦的问 那我们今天走吗 他钻了钻拳头 坚定的说 走 今晚就走 5 回基地的路上 叶树子一行人 再次遇见了丧尸潮 这次丧尸潮比以往猛烈许多 我知道原因 我能感受到丧尸们的焦躁 我知道这一回 忠义也来了 人类的异能是有限的 异能即便在强大 总有干涸疏忽的时候 抵挡不了源源不断 数以万计的丧尸潮 就在沈淮安险些 招架不住的时候 忠义已坐在围栏上 他的腿在风中晃荡 轻歪着头 百无聊赖地看着人类负于顽抗 他说 我可以放你们走 不过 忠义指了 只被众人护在身后的余衣欢 我要他 有人吐了一口血摸到地上 呸道 你想都别想 基地内部并非总是团结 有个女孩偷偷溜到了余衣欢身后 吃给大家不备 拿着刀挟持了他 他哽咽着对忠义说 放我走 我把余衣欢给你 忠义从围栏上跳了下来 风衣一百随风飘荡 他打出凌厉好看的弧度 他身上的风衣 还是我替他选的 那时候我们无痛 打劫了一家高收服装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说 他穿这件风衣好看 所以他对这件风衣格外钟情 怕伤到余衣欢 因此没人敢应抢 有人痛骂叛徒 说那女孩自私恶毒 他挟持着余衣欢 走上了低爱的屋顶 他哭花了脸 神色激动 我只是想活着 想要活着 有什么错 眼看历刃即将划破余衣欢的脖梗 千钧一发之际 叶书慈却从角落冲了上来 他撞她的女孩的肩膀 与此同时 余衣欢藏在袖中的刀 也刺穿了她的心口 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沈淮安面色苍白 想要冲上前 却被无数嘶吼的丧尸绊住脚步 叶书慈笑着呕出一口血 无力地跌入丧尸群中 我一直躲在丧尸群中 我怒可恶地冲了上去 捉住余衣欢的手腕 声嘶力竭质问她 是她救了你 为什么 你还要杀她 她苍白解释 是她自己撞上来的 我 我不是故意地拉扯之间 我看见忠义正踩着丧尸的肩膀 朝我们靠近 我拽住余衣欢的手腕 借她的手 将往外狠狠一退 死亡 在末世里 真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我和叶书子约好 趁着今晚 一起假死离开 其实我没和叶书子说的是 这几天的丧尸潮 并不是我向忠义吹的枕边风 她从来只位于一欢而来 我身着白裙 弯起眼睛 朝亮相慌张的忠义笑了一下 忠义最喜欢我穿白裙子 她说就像梦里的蝴蝶 但我知道 白裙是因为女主喜欢 我不喜欢蝴蝶 轻质 脆弱 任人宰割 我想起那天夜里 我搂住她的脖梗 只拗地问她 蝴蝶和我 哪个好看 她闭口不打 只是笑着摇头 我张了张口 无声吐出几个字 随后在她目自尽略的目光里 跌入丧尸潮中 就像一只蝴蝶 丧尸潮很快将我吞没 黑暗将我席卷 我只看见忠义神色慌乱的 我和忠义说的是 再见 祝你幸福 但我希望 我们之间 再也不要相见了 六 我好不容易将夜书子捞了上来 呸呸呸吐掉 飞进嘴里的陈辉 把她从猪串里放出来之后 我累得直接躺倒在地上 分别前 她给了我一个猪串 她说 她会躲在这个媒介里 没人知道 她的异能已经升至最高阶 除了使用空间 还可以给别人制造空间 鉴于我俩都是记仇的人 同时为了避免 沈怀安和忠义两个疯子 恼羞成怒 全世界追杀我们 我们决定上演 假死逃跑的一出戏码 她打量了四周 我们逃出来了 我哀怨地看着她 嗯 那时候我躲在丧尸潮里 被挤的人都快要虚脱了 为了躲过忠义的丧尸耳目 我徒步走了将近一夜 谁能想到 我躲过了丧尸踩踏时间 却没逃过丧尸潮里 剩自己地铁 也不知道 听从忠义命令的那些丧尸 是不是也要每天上班打卡 日光从地平线升起 像是有种不真实感 我盯的眼睛都疼了 其实我每天都能看见太阳 只是从未像此刻觉得自由和温暖 看见我半死不活的模样 叶树词连忙都挂了几口水 接下来 我们去哪 我没有犹豫 折指西边 要去西边 原书中丧尸爆发前 哪个最大的研究基地 七 四年一晃而过 我朝桌上拍了一枚低接金盒 只见点了点桌面 一杯莫及托 片刻后 玻璃杯推到我跟前 陆绍元在我对面坐下 他叹说 少喝点酒吧 上回你喝得烂醉如泥 把维兰岸的丧尸男高中生 当做人类 还往他头上砸金盒 非闹着喊着说要看他跳舞 待会让队里其他人看见了 又要说你不务正业了 我无辜的笑笑 啊 有这回事吗 四年前 我和叶树词 启程前往西边 走了快一半 才发现陆绍元这个高阶丧尸 一直偷偷跟着我们 我吓得浑身乍毛 以为是忠义 发现了我假死的真相 要回来抓我了 毕竟陆绍元是他当初 最经常派来跟着我出门的 高阶丧尸之一 但情况好像并非如此 曾经那个沉默寡言 只知道跟在我身后 发出下下声的丧尸 在一个夜里 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装甲车前 我被撞门的声音吵醒 他的声音焦躁 似乎想让我们快点离开 没过一会 不远处的街角 传来一阵骚动 是丧尸潮 自那之后 我就再也甩不掉陆绍元了 不知道是不是再次进化的缘故 他有时候会带来一些新鲜的果子 发出声响 下下 吃 他渐渐像人类一样 会说话了 夜书慈的空间亦能虽好 但却无法像基地那样 生活取水 在我们储存的水资源 即将用尽时 我和夜书慈商量理会 趁陆绍元再来的时候 他打头 我绑手 将陆绍元五花大绑后 我蹲在他面前审问 你是忠义派来的 他将一摇头 你想感染我们 他再次摇头 在我绞尽脑汁摆成沫斩的时候 他磕磕绊绊说 我是跟着 你 下下 来的 他说 他不知道什么忠义 在他神志不清 浑浑噩噩的时候 觉得我身上的气味好闻 所以他主动被丧尸王收编了 一直跟着我 后来 我死顿 他偷偷跟了我很久 直到渐渐恢复意识 他本想在我和夜书慈身边暗中保护 结果那天夜里 丧尸潮情况危急 他只好主动暴露身份 确认他现在和忠义没有丝毫关系后 我连语气都轻快起来 眼睛尽量的和他打商量 是这样 我们水资源有限 你能不能 替我们绑一个水溪意能者回来 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待在 等级分明的基地里 抬挤 陷害 争权夺利 若是将人的恶性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我和夜书慈想到的办法 就是打劫意能者 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往西的 就收编 我愿意的 就让他们用意能生火去水之后 给点物资 再让陆少元送回去 我们的队伍慢慢壮大 我不在乎意能强弱 但凡是走投无路 没有故意害人的前科 想留都可以留下 就这样 我和夜书慈 在西边逐渐建立起了一座末世基地 陆少元文言 只是露出一丝寝笑 他说 瞧 队长来了 侦查队队长 队里的养生大户 上次被他抓住我 喝得烂醉如泥后 抓着我念叨了整整三天 我的头现在就开始有点痛了 但这次 他不是来抓我喝酒的 他面色冷峻 静止说 沈淮安闯进来了 爸 我提着枪 穿过重重回廊 沈淮安的人 已经和基地里的异能者打起来了 我远远看见他 紧钻叶书慈手腕 将他揽进怀中 即便被叶书慈甩了一巴掌 他依旧神色激动说些什么 像是失而复得 我深吸了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 但基地里全是叶书慈的心血 况且 还有身无异能的普通人 我不能一时冲动毁掉他 我冷静说 放他们走 基地的异能者闻声收手 沈淮安揽着叶书慈 冷冷朝我望了一眼 又安抚似的摸了摸他的头 似乎低头再说 看见了吗 为了个基地就把你抛下 这就是你这些年拼死护着的朋友 我冷笑一声 对身旁的陆少元轻声说 待会 他一触基地大门 你就放丧尸咬他 什么狗屁男主 咬死了算我的 自从那时陆少元轻化后 就可以慢慢操控周围丧尸了 沈淮安护着叶书慈往外撤 被丧尸和异能者围攻 也只是拖慢了脚步 我隔着数十米的距离 和叶书慈摇摇对视 一个眼神便知对方心中所想 陆少元动身的时候 叶书慈同时从空间里 取出一把手枪 砰的一声 沈淮安咬牙躲过 手臂战开雪花 我和叶书慈都不是战斗性异能 面对异能进攻时能做得很有限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乖乖就范 眼看陆少元接近 马上要将叶书慈带走时 周遭丧尸却纷纷躁动起来 沈淮安扬起脸 朝我挑衅的笑笑 不顾伤口 拖拽着叶书慈的手腕就要离开 我隐约意识到什么 袖口的两翼刺骨 有人悄无声息 搂住了我的腰肢 既然没死透 见我的情债 打算什么受还 似耳闭似磨 似情人呢喃 桑桑 是忠义 他找到我了 就 我毫不犹豫转身朝他开枪 我不知道他的能力 什么时候进化的这样可怕 子弹堵堵在枪口 普通的枪械 对他根本毫无用处 我气得拿着枪托砸他的头 基地外的丧尸纷纷倒戈 比起陆绍元 他们显然更听忠义的话 沈淮安毫不费力地 从丧尸群中撤离 陆绍元见状面色焦急 跳回高台上 想回来救我 但他在忠义的威压下 步伐越来越慢 最后挣扎着跪倒在地上 目光里满是不甘 我听见忠义笑了声 垂下眼睫 不急不缓地溺了他一眼 语气懒散而讽刺 什么蝼蚁 也配站在他身边 一切全都脱离了控制 我尝到了喉尖的血腥味 我看向忠义 这些年他好像还是没变 眼眸漆黑 却莫名孤寂 他的眉梢眼角好像更冷了 风衣却还是内剪 哪怕就是不合身了 也固执得不肯丢掉 向来孤傲冷淡的丧尸王 元书与人类针锋相对的最大反派 为了抓住我 居然愿意和人类合作 多么可笑 见我终于看他 他的目光亮丽顺 似乎想说话 可我面无表情的对忠义说 我讨厌你 他的瞳孔一缩 像是有什么东西破碎开来 就连指尖也变得僵直 我朝他靠近 近到他压抑式的眼睫都止不住颤抖 近到呼吸相闻 鼻尖相处 我在他的瞳孔里 看见了自己的倒影 那样漠然 那样平静 我向后退了一步 拉远和他的距离 无所谓的笑了笑 你只会用这些手段逼迫我 强迫我 所以我讨厌你 10 我拉着叶淑慈的手 给他包扎伤口 沈淮安的手下没轻没重 慌乱撤离时 伤到了他 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我身边 忽然开口 我去杀了忠义 我惊讶抬眼 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忽然冒出这样的想法 失笑出声 他可是丧失亡哀 就连男主沈淮安都没办法 和他单独对抗 我拍了拍他的头 女孩子别成天打打杀杀的 以往他面对我的刻意打插 时早就被我逗笑出声 但这次他没有 叶淑慈的声音很低 目光很静 是因为他吗 我下意识反问 什么 我能感觉得到 那时候我们重逢 你的心里就藏着些什么 你不开心 我原以为后来我们逃脱了 你就会和从前一样 自有快乐 可是没有 桑桑 叶淑慈抬起手 摸了摸我的头发 很认真的对我说 你愿意告诉我 在我们重逢之前 究竟遇到了什么吗 我顿了片刻 笑着拍掉他的手 哪有什么 你别多想 叶淑慈也没了法子 好半场 他闭了闭眼 头疼般指了指窗外不远处的忠义 那他要怎么处理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见忠义从窗外时不时探头出来 见我看他 又立马站直身体 眼巴巴的盯着我 那时候忠义似乎是被我的话刺激到了 临时倒戈 包摆叶书子从沈淮安手里抢了回来 这一次 沈淮安付出的代价惨重 伤了一条手臂 折损数名异能者 也不知道是不是依旧不死心 我收回目光 说 别管了 他想跟着跟着吧 反正忠义想去哪里都来去自如 谁都拦不住他 我垂下眼睫 滴落在桌面上的消毒药水 凝成了一个磨点 让人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半掌 在叶书子担忧的目光中 我低声说 我想去一趟研究所 四年前 我们来到西部的研究所 但是一无所获 里面空空如也 我们猜想 是因为我们带走了沈淮安基地的一半物资 以至于基地退化 剧情延后 研究所相关剧情无法触发 但是现在 男女主和反派都已经重逢出现 所以 一切都该结束了 十一 研究所附近空无一人 已经成为无人区 一场暴雨席卷而来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我要在基地动荡 为平时执意出发 但侦察小队还是跟着我一起来了 队里的水吸一能者被吓了一路 担忧说 丧尸王就这样跟着我们 真的不会出事吗 我瞥了一眼 忠义始终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 这一路我都没能将他甩掉 有时候他还会示好搬 捧着水地到我面前 目光敌对地 看向水吸一能者 在收到我警告的目光后 又是落地收回视线 我严谨一概说 没事 别管他 我必须要赶在沈淮安之前 暴雨如注 无数银色细丝砸落地面 进入研究所之前 有人惊讶发现 没想到这样荒凉的地方 居然还有蝴蝶 我闻声看去 只见沿下地面落了一只蝴蝶 蝶翼被暴雨打湿 挥动翅膀的速度越来越吃力 在水蛙中垂死挣扎 那是一只 快要死掉的蝴蝶 十二 研究所内果然和四年前大相径庭 小队有条不紊的四散开来 去搜寻研究所内有用的物件 我和叶淑慈一起行动 终于依旧跟在不近不远处 进入研发实验区后 我轻车熟路地 将甘门事迹放进恒温箱里 我躲闪掉叶淑慈预言又止的目光 我知道他想问 为什么我会对这里这样熟悉 但我没办法解释 他最终也还是没有提出质疑 只是无奈地瞪了我一眼 正当我们打算离开实验区时 实验区的大门却忽然关闭 通风排气口传出气体 我闻到了熟悉的 令人寂静窒息的刺激性气体 我抓住桌角 身体下意识反胃作呕 额头也冒出青筋 我艰难地对叶淑慈说 不要闻 那是藏在肌肉肌里的抗拒和恐惧 眼前一阵眩晕 在我无力倒下前 我看见沈淮安从天花板上跳了下来 他将昏迷晕倒的叶淑慈拥进怀里 与此同时传来一声巨响 我依稀看见实验区的大门 被忠义暴力破坏开来 我最后看见的是 忠义亮枪朝我扑过来 眉眼慌乱又失措的神情 13 就像是普鲁斯特效应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穿进了末世纹里 我没有那样幸运 不像叶树子那样 穿进了这本末世纹的后期 那时候丧尸病毒伤位爆发 我的父母是研究所的成员 研究所的那些人病态又痴迷地 想要研究出不死试剂 在无数动物实验之后 它们将目光放在人类身上 我是它们找到的 最完美的实验体 麻醉 注射 抽血 检测 五岁那年 我被带进实验区做实验 我的手臂从来不缺针孔痕迹 留置针让手背轻肿 疼痛难忍 最痛苦的并不是这些 而是甘慢试剂的临床试验 它们寄希望于我能产生抗体 一次次击进窒息的麻醉 直到那次 我从洁白若大的观察室中醒来 我第一次吐得昏天黑地 但是实验失败了 我身上的确检测出了抗体 在受伤后甚至能够快速愈合 后来的实验者注射药气后总会失控 唯有我在短暂失控后能够恢复清醒 但我的血液 提取物无法应用于任何人 渐渐的 它们发现不是施剂有问题 而是我有问题 它们将希望重新寄托在其他实验体身上 后来也出现了一些能恢复神智的实验体 它们的血液 提取物比我的活跃许多 甚至一变进化出了异能 那些人喜极而泣 向上天助导 最后将研究不死实际的方向更改为人类进化 就像是毛虫蜕变成蝶 它们将那个计划称之为破检计划 被放弃之后 我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只是后来它们发现 进化出异能的实验体十分容易失控 有人提出将实验体的血液提取物 注射到我的身上进行二次实验 长达十几年的封闭实验让我渐渐麻木 当我再次从营养液仓里醒来时 实验早已失控 丧尸病毒已经扩散开来 我打破仓门 干蓝色的营养液漏了一地 在灯光映照下发出幽蓝微光 我赤着脚走了出去 那些曾经熟悉的实验员 如今已经变成了只会咬人的怪物 弱大研究所沦为炼狱 但丧尸不咬我 或许它们将我当作了同类 但明明我还有体温 我仍有心跳 但我不是丧尸 也不是人类 我只是一个失败了的实验品 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 一个惰性的实验容器 直到我在丧尸群里 对钟义捡了回去 那时候我已经厌倦了 无生机的生活 我遇不到活人 也无法变成失去理智的丧尸 如果不是钟义把我捡了回去 我恐怕会在那天 结束自己的生命 起初我庆幸了很久 毕竟在末世里 找到个会开口说话的 并不容易 钟义对我很好 从没让我受过半分委屈 但我很快厌倦了 他并不是时时刻刻 都能待在我的身边的 等待的滋味太过折磨 我甚至不能离开 暂区的住所 他不在的时间里 我只能坐在窗前 看着日升到月落 这和被困在营养夜舱中 究竟有什么区别 我想过离开这个世界 可我一想到他回来 发现我的尸体 脸上会出现迷茫 脆弱 就像那时候我着凉发烧 他终于明白人类太过娇弱 以至于冬天里的一场冷水澡 就能轻易带走一个人的生命 那时我醒来 看见他目光焦急 难过得像是快要哭出来 那时他第一次那样用力地拥抱我 黑发柔软 擦过柏梗时有一点痒 我迷茫地想 原来丧尸也会拥有情感 也会感到害怕的吗 再后来我遇到了叶树茨 我难得从乏味的人生中 短暂清醒过来 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指点 遇到同类的兴奋 超越了一切 但我很快冷静下来 我知道这本末世文的剧情 我知道剧情即将进入后期 我知道丧尸王会 因女主而与男主斗的你死我活 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不自觉追逐 不知道什么是喜欢 不知道何为命运 某一天 我忽然对叶树茨说 我们一起离开吧 那个会把柔软头发贴在我掌心下的忠义 那个只向我流露出脆弱表情的忠义 那个会哽咽着求我不要死的忠义 他注定会离开我的 十四 我在浑身乏力中醒了过来 黑发擦过我的锁骨 有人将头埋在我的怀里 拥抱的力度很紧 像是委屈 他闷声说 你终于醒了 麻醉的药效还没过去 屋子里只有我和忠义两人 我张了张口 才发觉自己的嗓子很雅 叶树茨呢 被令人带走了 像是赌气般 终于抱着我不肯松开 我没有力气挣扎 只望着天花板说 再不放开的话 我就真的要窒息了 他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 叫我强撑着站起来 他连忙扶住我 问你要去哪里 我语气平淡 找叶树茨空气凝滞了一瞬 他重新开口 这一回 他的声音有些干涩 他对你而言 真的那么重要吗 很重要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 能够触到的唯一真实 我不想拯救什么世界 也不想去反抗复仇 如果连他都不存在了 那我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想了想 和忠义举了个例子 就像你喜欢于一欢那样重要 不是 忠义就忽然打断我 他抬起眼睛 目光很认真 一字一顿说 不是喜欢 你说喜欢是想要拥有一个人 是想要一直待在他身边 这哪怕用尽一切方法 也想要得到 可我只想待在你的身边 也只想要拥有你 我眼睛一颤 下意识反驳 你说过你喜欢他的 忠义却栖身上来 他的目光里好难过 好像下一刻就要流出泪来 你说喜欢是想要得到 可我想要得到的 只是他身上的东西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 才明白什么是喜欢 你明知道 我不懂什么是情感 什么是喜欢 可现在你不教我了 怎么办啊 你不教我了 15 我望向中意的眼睛 黑而长的睫毛在颤动 那是一种强人委屈 又十分专注的神情 我忽然问他 你愿意为我而死吗 他没有犹豫 我愿意 我扯下眼睛 笑了一下 说 好我认真的看着他 那你替我保护叶书词 不要让他落在沈淮安手里 至于你想学的 我都教你 终于静静看我半晌 在我以为他会拒绝的时候 他忽然开口 我要更多 要能光明正大的站在你的身边 要能和以前一样 可以亲你抱你 要能永远都不和你分开 我没有想过他会开口主动索取 我惊讶地抬起眼 却又沉默了 片刻后 我指了指门口 研究所外的那只蝴蝶 被鲍鱼打湿 狗言残喘 虚弱无力 一场鲍鱼 就可以将蝴蝶轻易摧毁 狂风暴雨之中 这样轻质而脆弱的生物 只有死路一条 我盯着他的眼睛 我听见自己平静说 蝴蝶 如果你能找到研究所外的那只蝴蝶 如果那只蝴蝶还活着 我就答应你 他纯清敏了一下 二话不说 就往门外走 只留下一句 我会的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身上的麻醉药效 已经缓解得差不多了 我揉了揉脚踝 打算走出门去 在我以为他终于要放弃的时候 终于推门走了进来 他浑身都很狼狈 黑发被淋湿 发尾的雨珠低落在他长节 又被他的眼睛颤落 眼眸里却呈满碎亮的光 他朝我伸出手 那只蝴蝶就静静地躺在他的掌心 见周遭安静 他试探地扑扇着翅膀 有白色渐变而来的幽蓝色蝶翼 在灯光下肚上一层淡金 我正正地望向他掌心里的蝴蝶 研究所外的一声轰鸣 可我却莫名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终于带着我去找叶书慈 他说他能闻到气息 能够感应到他的位置 我拍到他伸过来想牵我的手 他委屈地看着我 一副敢怒不敢言的可怜模样 蝴蝶已经死了 他是用他的能力把蝴蝶拼好的 鉴于他用丧尸王的能力作弊 我没有答应他之前的全部请求 只同意了他留在身边 至于其他 看他表现 一路上 我重新遇到了小队里的队友 我站在紧闭的资料室大门前 我知道推开门后 里面一定会是一场恶战 在我推开门之际 骨节分明的手附在我的手背上 容易的指尖没有温度 可我却仿佛被烫到班清泉手心 他向我笑了一下 随后坚决地 和我一起推开了那扇门 那扇门之后 沈怀安早有预料班站在原地 被一能者挟持的叶书慈 目光复杂地看着我 女主于一欢面色稍显憔悴 看到终于是有几分畏惧 但也还算安然无恙 这场剧目里的所有主角都已到零 沈怀安拍了拍手心 他轻扯唇角 几分嘲弄 笑说 零号实验体 你终于来了 十七 在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叶书慈会用那样复杂的目光看我了 手心骤然掐很紧 我瞳孔微缩 免去了所有的试探和废话 瞬间气劲 抬手就要扼住沈怀安的驳梗 他知道了 我甚至不敢抬头去看叶书慈 我怕我会看见嫌恶 惧怕的目光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我会拥有这样的能力 他们以为我的异能虚无弱小 只是个在丧尸群中苟且偷生的废物异能 但其实不是的 我的身体做过无数次实验 那些曾经进化出异能的实验者 我的身体都被注射过他们的血液提取试剂 我生生挨过排异和不良反应 最终那些试剂在我体内融合 但这些被迫赋予的能力 却让我感到无比恶心 我扼住沈怀安的驳梗 看他面色轻子 击尽窒 我轻歪过头 疑惑的问 就当一只什么都不知道的蠕虫 不好吗 安安静静的走完去情 为什么 要把那些肮脏不堪的东西 全部弹开在阳光下呢 他挣扎着攥住我的手腕 异能者也混战一团 但我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注射了一只 甘马尸剂 他扯了扯唇角 笑了 随后巨大的异能能量 将我狠狠震开 被改良后的甘马尸剂 给短暂强化异能者的能力 原书中 男女主在研究所与丧尸王决一死战 最终 他们得到了珍贵的甘马尸剂 政府对试剂投入研究 终于得到丧失病毒的抗体 三年后 末世结束 我本想在四年前来到研究所时 结束这场末世 但研究所里空空如也 直到现在 沈淮安已经失控 他对叶数词的执念让他失控 可剧情仍在继续 一旦甘马尸剂落入他手中 会出现不可预料的后果 所以我执意前来 沈淮安不紧不慢地说 零号实验体 被注射过数支实验药剂 你的血液被提取应用于不死实验的研究 这只甘马尸剂中也有你的手笔 他笑了笑 不如说 你才是这场末世的源头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那一刻 我感到周遭异能者的打斗迟缓下来 我感到身后目光如炬 他们眼中会是迟疑 还是愤怒 但那些实验记录就摆在眼前 我无法反驳 也不知道该怎样辩驳 他几乎注射掉了恒温箱里的所有甘马尸剂 短暂的异能爆发 让我难以招架 威压极强的雷电异能接踵而至 忠义却从身后跃了上来 双手将我虚虚拢住 将我护在怀里 18 那是很激烈的一战 很多年以后 在那场战斗中 侥幸存活的异能者 每每想起那一天 还是会抑制不住 刻在骨子里的颤抖和畏惧 我不知道 沈怀安的强化异能 究竟维持了多久 我只知道 我和忠义都很狼狈 加上治愈戏女主的帮助 沈怀安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根本招架不住 其中任何一方的异能异击 等到嘎曼世纪失效时 忠义早已跌倒在地 最后一击 他生生抗下 一切剧情兜兜转转 如原书那般运转进行 我咽到喉中心田 沈怀安和异欢的异能已经耗尽 浑身虚脱 瘫倒在地 我踉跄着来到忠义面前 这个向来从容自弱的丧尸王 此刻遍体鳞伤 他的喉间 呕出黑色血液 我抬手想要堵住 却怎么也做不到 终于牵住了我的手 他磕磕绊绊 流血从唇枣不断移出来 他说得很吃力 以前 我想要你一直看着我 我以为把你留在房眼下 就能保护你 可是你不开心 后来 我才知道 蝴蝶是必须展示在天空下的 他用那双漆黑透亮的童子看向我 以字一顿很清晰 我有一颗世间最漂亮的金盒 这个金盒 谁都想要得到 我谁也没给 但我想要 送给你 我愿意 献出我的生命 我的灵魂 我所有能付出的一切 你的目光不在我身上时我会难过 可看着你的身边总是有人簇拥着 他们是那样全心全意信任你 喜欢你 我却又暗暗替你感到开心 他看起来很迷茫 也很痛苦 他闷声问我 你能告诉我 这样的感受是什么吗 我看着那颗眼泪砸落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哭 明明那些年的实验我都没哭 明明决定丢下世界去死时 我也没哭 为什么此刻的我 会想要哭泣呢 我摇摇头 无措地堵住他的伤口 我听见我的声音在抖 不要说话了 求求你 不要死 忠义笑了 他艰难地抿了抿唇 毛子里的碎光 好像也随之暗淡下去 像是不好意思 又很郑重 我听见他小声地说 我爱你 呼吸一致 我睁大了眼睛 我曾告诉过忠义 什么是生气 什么是喜欢 喜欢是战友 是不顾一切也要得到 但爱是放手 是长觉欢喜 又长觉亏欠 爱人者同样会长出血肉 那个曾经懵懂无知的少年 如今却在我不知道的角落里 自己学会了 什么是爱 十九 我又失控了 我清醒地看着一切发生 我看见沈淮安一遍又一遍地 在我的异能折磨下冰死 又被于一欢的治愈异能强行唤醒 他们绝望寒恨地看着我 恨不能用眼神将我千刀万挂 蝴蝶的确渺小 但不知道蝶一扇出的这场飓风 扇疼你了没有 原先那些被震晕的异能者 也逐渐苏醒过来 我淡淡瞥眼过去 只见离我最近的那个异能者 下意识后退一步 她的指尖在抖 那是队伍里的水蜥异能者 一个活泼爱闹的小姑娘 平时里就连言笑不苟的队长都不怕 如今却连她也怕我 我无所谓地收回目光 没事的 很早以前我就明白了 我是个怪物 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我来到忠义面前 想了想 划破手腕 将腕间留下的血液凑到她的唇边 她安静地闭着眼 没有心跳 没有体温 丧尸就是这点不好 我根本判断不出她此刻的状态 正如沈淮安所说那样 伽曼世纪中的确有我的血液提取物 它可以使人不死 实现永生 既然忠义都能适应病毒进化成为丧尸王 那么我的血液 它是不是也可以适应 可是没有反应 我望着她 喃喃自语 忠义 醒过来 说好的要永远待在我的身边 骗子 醒过来啊 有人从身后环抱住了我 一只银绿色的伽曼世纪被塞进我手心 我不知道叶书词是什么时候醒的 他低声说 我趁沈淮安不注意 偷偷藏了一只 这是或许能救中意的事情 但我们都很清楚 这只实际的重要性 交给政府后 这个丧失漠视 很快会变得平静 他把决定权交给我 研究所谓的暴雨已经停了 有光从窗头了进来 一点一点去散 无边乌云阴霾 他的声音在颤 很愧疚 又很心疼 对不起 桑桑 对不起 是我来晚了 我的眼泪无声砸下来 二十 研究员在给我抽血 但这次 我不会再被留在空荡无人的观察时 也不会再被关进一样夜里 相关负责人神色素目的向我吃蟹 您的血液对我们很有帮助 下一次抽血的时间是一个月后 感谢您对后续疫苗的研发 做出的巨大贡献 离开实验室后 叶叔辞赢了上来 他心疼的捧着我的手 说 呼 好乖的桑桑 痛痛飞走了 不痛不痛啊 看他把我当成小孩红 我不禁笑出声 好啦 哪有那么脆弱 我把最后那只Gamma世纪 注射到了中意的身体里 作为偿还这个世界的代价 我主动暴露了自己身体的特殊性 代替那只Gamma世纪 参与后续的抗体提取工作 我和叶叔辞并肩往外走 即将走出这座建筑时 我开口问他 你会怪我吗 他反问 怪你什么 怪我折磨沈怀安 怪我太过心狠手辣 他只目光奇怪地盯了我一会 你该不会以为我对沈怀安还有感情吧 在你心中 我就是这么一个恋爱脑 我们之间从被讨论过彼此的那段感情 起初我是打算将沈怀安交给他处理 但是我失控了 我怕他会因此怨我 叶叔辞偏过了头 自暴自弃说 算了 实话跟你说吧 爱过 但那又怎样 不平等的感情注定无法长久 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平等和尊重 以至于最后的纠缠 只于厌烦 他的目光望向远方 不远处站着基地小队的成员 他忽然笑了笑 眼睛里像是闪着光 现在就很好 有朋友 也有并肩同行的伙伴 基地前阵子又收留了一批 被其他基地排挤对待的成员 我觉得自己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小队成员也围了上来 拉着我问东问西 水系小姑娘善善说 谁能想到 下来佛系白烂的桑桑姐会忽然发飙 我当时就是被震住了吗 一切和原先似乎没什么不同 叶叔辞一拍我的脑袋 故作生气 倒是你 实验的事情连我都瞒那么久 我心虚地垂下眼睛 吐了吐舌头 见到过远处站着的人 拿他当作借口偷偷溜走 轻瘦挺拔的少年转过头来 他的脖梗处带着限制的景环 丧尸和人类初步达成共识 忽义操控那些暂时无法恢复神智的丧尸 远离人类生活环境 条件是 他可以陪我进出任何一个地方 不知道是那只Gammer世纪的原因 还是我的血液起了作用 忽义那天醒来 看到我在哭 还以为是我被欺负受委屈了 气得差点要杀光研究所里的所有人 他俯身搂抱住了我 随后又朝我伸出手臂 露出手臂上一点瘀痕 他委屈说 刚才等你的时候被石头砸了 好痛 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刻接受丧尸的融入 那群孩子们见忽义带着陷着景圈 有恃无恐地朝他扔石子 我挡在忽义面前 冷眼盯着他们 那群孩子就又心虚害怕地跑走了 他的声音停顿一瞬 地板好硬 今晚我想睡床得寸进尺 他气苦地抿唇 认真的争取 我今天的表现很乖 这次进基地 没有吓人 也没有放丧尸咬人 我看向目光亮晶晶的忠义 嗯 好乖 我牵住了忠义的手 他在刹那间噤声 乖乖地安静下来 目光相撞 他朝我凑了过来 一个很轻的稳落在我的鼻尖 那一刻 我好像触碰到了遥远的真实 忠义翻外 电子蝴蝶 嗯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蝴蝶吗 忠义不知道 他以为丧尸是不会做梦的 可他就是梦见了 他梦见了那只蝴蝶 他是研究所里最出色的一边实验体 或许是实验中出了意外 抑或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克隆体 他没有情感 也没有记忆 第一次遇见那只蝴蝶时 研究所已经失控 丧尸病毒爆发 他在丧尸中闲停信步 好奇地打量这个 将他困住多年的方寸天地 直到他推开那扇门 他穿着白裙 双眸紧闭 乌黑的长发如海藻般柔软飘散 静静地沉睡在幽蓝色的营养液中 就像是一只美丽的蝴蝶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他 银碎光映照在他眼底 他下意识将指间贴在玻璃壁上 很难描述那样的感觉 明明他不是活人 没有心跳 可是在那一刻 他却感觉坏掉的心脏 好像活过来了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他落荒而逃 二 那天夜里 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那只蝴蝶在玻璃的另一端 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睛明亮浓动 淋淋折射出浅浅微光 脚结如明月生辉 他朝他探出了指尖 梦醒了 他平生第一次感到后悔 他觉得自己当时应该将他一块带走 而不是狼狈地逃跑 他心头莫名酸涩 当时的他不知道这种情感是什么 后来他明白了 是失落 他的唇角绷紧 绕过转角 却看见他赤着双脚 长节微微抬起 安静地打亮周围嘶吼躁动的丧尸 当时他想到的是 那双眼睛比他梦里的 还要好看 他把他的蝴蝶捡回了家 三 那是他第一次觉得人类麻烦 没有食物会死 受伤流血会死 但他安静蜷缩在他怀里 却又让他有些开心 是他甘之如頤 他想把最好的都捧到他面前 可他好像并不开心 当他问起 他轻声说他只是生病了 可是明明他没有发烧 也没有受伤 他并不明白 用困惑的目光看着他 他只浅笑着摇头 听说人类基地里 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治愈蜥蜴能者 他想把那人抢过来 如果抢到了 他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 他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做的 直到他发现他和另一个女孩 时不时偷偷见面 他会派着那人开心的笑 会把辛辛苦苦挖出的金盒 毫不犹豫送到他面前 而他只觉得心口好闷 酸酸涩涩的 好像还有一点莫名的气氛 他想要他的目光 全都属于自己 后来他才知道 那是极度 四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反复梦见 那天他的蝴蝶从高处坠下 被丧尸潮通没 他可以简单复制人类的异能 那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治愈蜥异能 可是已经没有用了 他的蝴蝶消失了 那是他第一次明白痛苦 悔恨 一系列复杂情绪 几乎要将他全部吞噬 直到他再次看见他 直到他说他讨厌他 那时候他真的好迷茫 又好痛苦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从来没人叫过他 他曾经以为 想要得到就是喜欢 可是好像并不是 直到他真的快要死了 他脸颊落下的泪水 砸在他身上 好重又好疼 他在为他难过 是不是说明 他也有一点 哪怕只有一点 喜欢自己 可是他不想他掉眼泪 他有的从来不多 但他想把最好的都给你 当他在醒来时 他扑进他的怀里 肩膀在颤抖 好像在哭泣 他有些失神 一时正愣在原地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这样拥抱过他了 他仿佛听见了 自己坏掉的心跳 扑通扑通 好像在与另一颗心 渐渐同频 他抬起手 默默将他抱紧 但这一次 是蝴蝶主动停歇在他掌心 晚安 请不吝点赞 check